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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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任何人都能够拥有奥数 任何人也能够了解奥数 只要你愿意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 因此这就是奥数取名的由来 我觉得其实这个名字取得相当不错 但上面的解释是有包含我自身的一些观点 然后加上奥数制作人的解说 但我想要看完我的解释 大家应该也能够理解 为何明明是一部 英雄联盟的影集 却要叫做奥数 好 大家关了开头 现在我们就要来聊聊这部动画的技术 奥数的动画部分 除了英雄联盟的团队Rial Games之外 动画部分主要是由 Footage Protection制作的 Footage Protection是一间饭武的动画制作公司 成立于2009年 并Rial Games已经合作长达8年 这个团队主要擅长是制作动画MV 英雄联盟的MV 你所看过的 几乎都是由这家工作室所打造的 也有像是帮Gorillas以及Coplay等知名团体制作过MV 而原本一个只是制作音乐影像的团队 要制作一整季的动画 归用想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对吧 是的 所以他们花了将近6年才完整制作的这一季动画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夸张 并且在制作的期间 他们的规模也不断的变大 原本只是一个工作室 但在动画制作的过程中 他们也变成了好几百人的大公司 而Footage Protection虽然在奥数播出前 并不是非常有名 但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业界 非常有风格代表性的动画制作公司 也因此奥数整部动画是极具浓烈特色的 一般观众最能直接感受到的特色就是 3D技术加手挥渲染 这个技术的目的是让电脑生产的图像 能够呈现出手挥般的效果 简单来说就是把2D的绘图叠上3D模组的这种感觉 但这个还不能算是特色 奥数最厉害的是 这些上色的过程并不是由电脑运算上色 而是真正的手挥 并且在动画里的手挥画面 其实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 而这边我们随便拿一个场景来举例 一般来说 许多动画会用3D去制作一个空间 然后再配个电脑运算来呈现画面 但是你仔细看奥数的背景会发现 对你们发现了吗 这些背景都是画的 是的都是手挥的背景 每个背景都是一张一张的手工图 这张也是 这边背景都是手挥的 这有人物角色是3D的 然后看这张也非常明显 背景都是手挥的 那除了背景之外 许多特效也是手挥 比如说这个打斗的风鸭 都是手挥的 还有许多爆炸烟雾 甚至是眼泪都是手挥 再加上这种类似油画的画风 成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风格 怎么说呢 如果用很肤浅的形容词来表达的话 我会说它很艺术 当然对于艺术这个词语 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奥数使用如此的风格 才能造就它的特色 举个例子像这个场景 奥数的风格就是 我可以把想给观众看的地方 呈现得很精致 但是其他地方 我就可以让线条很随性 像这张也是 后面的背景很明显就是手挥 而且风格就是非常的随性 这样的风格 3D比较难办到 3D的话所有的物件都会很精致 所以就是这种反差感 你不会有一种假假的感觉 但是该精致的地方 同样又有十分精准的效果 刻意营造的反差 就成为了奥数的一个特色风格 但如果你问 这样一张一张画背景 是不是非常花时间 事实上我不是专业的 我自己也看了蛮多的影片 也做了一些功课 Fortage没有曾经公布他们的技术 他们使用类似一种投影技术 这样的技术有好有坏 也不一定会比3D更困难或更花钱 像是3D如果后期要修改模组就很困难 假如是这个背景的话 如果是全3D场景 我要在这里加一个椅子 或是去掉一个东西 是非常麻烦的 但是奥数这样的方式 就很容易 你就是画上去就好了 至于在更深入的技术解析 就需要专业动画师的解答了 但基本上 我觉得如此制作的技术 加上作画的风格 成为了奥数非常大的特色 劇情与角色 好 撇除掉技术层面 剧情当然是动画里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奥数的背景是建立在 福恩大帝的城市 皮尔托弗与佐恩的故事 不过在原本英雄联盟发布的故事里 皮尔托弗与佐恩是相邻的两个城市 后来佐恩因为地形下限 所以佐恩就笼罩在皮尔托弗的阴影之中 但在奥数里给予了新的世界观 皮尔托弗与佐恩比较类似于一个城市 只是成为了上城皮尔托弗与下城佐恩 总之呢 上城就是一个充满富裕秩序的地方 下城就是犯罪与秘密的聚集地 但因为尽量的不讲剧透 所以剧情方面概括而论 如果问我优不优秀 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是以一个完全不懂英雄联盟的人看 其实要全部看懂吸收 是稍微有些吃力的 因为奥数除了主线剧情之外 其实整体的讯息量还是稍微有点多 并且许多讯息都是为了接下来的故事去做铺垫 你可能觉得你完全看懂了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地方好像买了伏笔 你又不知道这些伏笔要干嘛 不过其实不影响啦 像我个朋友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英雄联盟 他甚至连英雄联盟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 也依然津津有味的看完 反正对于他不能理解的彩蛋或是小细节 他就当作是第二季的伏笔 然后他看完只问我 所以你在游戏里会玩汉莫丁格吗 呃... 哦... 至于角色方面 这次的视角主要是由英雄联盟的两名角色去做出发 一个是Vivey Faye 一个是英雄联盟的妻女儿 Jeanx 吉英克斯 那为什么吉英克斯是妻女儿呢 虽然在游戏里有很多人说妻女儿是拉克斯 但吉英克斯是英雄联盟第一支有自己MV的角色 能拥有一支自己的MV 我是觉得官方真的很看重他 而且我一直认为西方人真的很喜欢 类似小丑这样的角色 那有趣的是吉英克斯还在奥树动画里听自己MV的歌哦 像这种小彩蛋就是你没有玩英雄联盟你就无法知道 类似这样的彩蛋还蛮多的哦 但一样不影响观感 总之奥树的主线是以两姐妹之间的故事去发展的哦 不过说真的我自己认为两姐妹之间的故事及人物并不是最吸引我的 应该来说我倒认为姐妹之间的情感稍微有一点刻意 吸引我的反而是周围的配角 尤其是希尔科我相当喜爱 如果要用两句话来点评奥树的角色我会说 就算是正派也有软弱的判断 即便是反派也有坚守的平得 在奥树里虽然我们可以明显的把角色划分正反两派 但要能很清楚的看见他们是如此真实的活着 在上城与下城之间这些角色为了生活为了梦想 他们所向的每一个决定都有着自己的立场 而因为如此真实哦 所以我们无法单纯的用正义或是邪恶来定义这些人 就拿塞维卡来说 虽然他只能算是个配角 并且很明显的是归类于反派 不过在剧情一开始时哦 他跳槽到敌方团队 也是大方且坦荡荡的表示 因为理念不合 所以我要跳槽之后才跳槽的 与非爱的对决也是让所有人先走自己单打独斗 对希尔科也相当忠诚 并且尽管经常被吉林克斯戏弄恶正 但是他至始至终也没有偷袭过吉林克斯 这样的反派其实比正派更正派 所以对于奥树的角色塑造 我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 那关于角色彩蛋 我想英雄联盟的玩家们应该都知道了 并且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影片做解析 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 最后我们来聊聊音乐 如果要聊奥树的歌曲 大家一定都会聊到Enemy这首歌 这是与Imagine Dragons合作 并且为动画量身打造的歌曲 但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了 英雄联盟在2014年为了世界大赛 就与Imagine Dragons合作 打造的主题是Warriors Warriors这首歌非常有名 也被用在很多地方 包括我之前讲过的影集Sweet Home也使用过 还有我健身的时候也会 那基本上影视的配乐 除了音乐剧或歌舞剧之外 大多的电影或戏剧 都是让音乐去配合画面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假如今天我们要制作一个枪战片 那我们不可能跟制作房说 因为这里的歌曲是要放月亮代表我的心 所以枪战的过程都要用非常温柔的方式呈现 当然若是以特殊的风格呈现 上述的片段也能成立 有些导演会刻意加入不同调性之音乐 达到另外一种影视效果 例如明明是激烈的枪战 但是却加入浪漫优美的古典乐 会呈现出另一种特殊的风格 但以正常架构而言 我们还是会以剧情为优先 再去选择音乐 而最理想的状况是会去制作专属的音乐 就是并不是那现成的歌曲 而是为了这部电影或是动画去量身打造的配乐 不过不管如何 电影及戏剧大部分的情况 依然都是音乐去辅助画面 但是对于澳洲的制作团队 Fotage Protection来说 音乐正是他们的武器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老本行 他们原本就是个制作动画MV的团队 所以他们更能在原始的架构上 去发挥音乐的最大价值 在澳洲里除了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重点是你在看这些场面时 很像在看MV 而MV的特性刚好跟我前面说的完全相反 MV通常是先有音乐后有画面 所以是画面去配合音乐 所以这就造成了澳洲一个奇妙的风格 音乐像是为了场面量身打造的 画面又像是为了音乐而诞生的 只是一般动画里我觉得比较少看到的 通常可能比较常出现在动画电影里 而且可能一部电影里面也只会出现一首左右 但澳洲是非常多的场面都是这样 画面跟音乐的契合度相当高 这种观感让我相当满足跟震撼 好的那么今天的点评也差不多到这 主要是希望没看过澳洲或是已经看过澳洲的朋友 都能在这部影片里面收获一些小知识或小东西 老实说我真的蛮喜欢澳洲的 但毕竟它是一部花了将近六年才制作出来的动画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轻易的拿它跟其他动画做比较 而好不好看我认为也见得见智 因为我也是有一些朋友看了一集之后就弃坑的 但无论如何澳洲都是一部十分特别 且十分用心制作的动画 还没看过的朋友不妨有机会欣赏一下吧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